一个人工他业务做的不好 我们做分析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要用一种方法 叫做层层包养丛法 或是叫五歪分析法 有一个管理者问工人为什么机器停了 工人说因为机器超载 保险四断了 这个时候 很多管理者是不是就去换了个保险四就结束了 那我们要学会问第二个叫什么 那为什么机器会超载呢 工人回答因为轴承的润滑不足 如果到这个层面的话 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 加润滑油就可以了 那没有往下问呢 为什么润滑不足呢 因为润滑棒失灵了 再往下问呢 为什么润滑棒会失灵呢 是因为它的轮轴耗损了 为什么轮轴会耗损呢 是因为它的杂质跑到里面去了 所以最后要解决什么杂质问题 这是一个工厂的 我问一个你问你的业务主管 为什么你们团队没有业绩呢 他说老板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招不到人 所以基本上都靠我一个人干 所以没有整体的大的业绩突破 那这个时候很多管理者 加到这里的话 是不是就赶紧去招人去了 那如果我们用52分析法 应该怎么做 那你为什么招不到人呢 老板那是因为我们的底薪太低了 所以在市场上面没有竞争力 这是不是比他更深一次的原因啊 为什么我们给的底薪那么低呢 是因为当时做财务预算会的时候 我们对当下招聘人的薪酬范围做了错误的预判 所以我们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公司要做财务 预算机制的调整 财务预算层层往下拨的 额度不合理 如果你今天不问 你只是在问题的一个层上 就问你为什么没有业绩呢 他说我招不到人 但有可能你就在招聘上面去下功夫 是不是 他其实是治标不治本没有用啊 这就是今天非常厉害的五外分析法 也叫包洋葱法 层层拨拨到最核心的本质